欢迎继续加入十点不一样 我是钱力 我们先来看这场热血沸腾的比赛 是中信兄弟 今天在台北大巨蛋的主场 举办了版神贾紫园 球场日的主题活动 现场涌进了32,988人 这打破了中华职棒的单场记录 而中场中信兄弟 在西局下半逆转的童医师 以6比2取得胜利 二局上半童医师的陈用基 这发羊春蛋 让坐满三万多人的大巨蛋 顿时成了图书馆 这球打得很扎实 打穿了三壘防须 两出局后 陈同宇车步边得二连安打 帮助童医师取得2比0领先 15号晚间中信兄弟的版神贾紫园 球场日一开赛就处于劣势 这边有点复制贴上 速球进来 单场的第11K 同一季孙 古林瑞阳挂帅先发 前六局只掉一分 标出11次三阵 刷新个人单场记录 不过退场之后 七局下黄山军展开反攻 高宇杰这球出棒 打成了左半边的安打 高宇杰的安打 将兄弟追平比分 二比二 随后形成二三雷友人 岳东华一棒送回超前分 这球岳东华打得扎实 在右半边落地 形成安打 一分回来没有问题 要来看后续的处理 他走进来之后 岳正华也回来得 边速球打得扎实 打穿了右半边形成安打 最后八局下半 岳正华在满垒情况下 这次平非安打 再送回垒上两名跑者 中场兄弟就与六比二逆转获胜 此一票房三万两千九百八十八人 突破中值最高纪录 除了PASSION SISTER 军军领军 与韩籍外员编合律 六位板神虎 拉拉队女孩 也前来大巨蛋合体 而且要引导甲子园氛围 中心兄弟不仅开球 邀请平城铁人金本支線 还找来甲子园的播报员 大巨蛋吹起东洋野球风 对项米来说 或许是超越胜负的感动 好 还有这一场比赛 同样是让球迷紧张到最后一刻 这是PLUS LEAGUE直篮总冠军赛 15号在新北新庄体育馆进行第三战 新北国王队的得分阵线终于苏醒了 靠着林书伟抢分 全场投进五颗的三分球 而最精彩的就是在中场前的26.5秒 这一个关键球 让国王队以83比82一分之差惊险胜出 PLUS LEAGUE直篮总冠军赛 15号在新庄体育馆进行第三场比赛 桃园 胡元领航员跟新北国王 前两战打成1比1平手 第三战双方火力盛开 好 直接放防之后 这个角度很难受 国王队的林书伟前两场手感低迷 合计出手16次只有命中两球 甚至遭到领航员的球迷用虚声刺购 但第三战回到主场的他 把状态调整回来 单场投进五颗三分球 拿下15分 领航员跟国王队双方比分追得很紧 林书伟五颗三分球 三颗都集中在第四节 最精彩的就是倒数26.5秒的决胜球 让他成为了国王赢球的最大功臣 另外他的哥哥林书豪 本场比赛也攻下15分 最后国王以83比82 一分之差惊险胜出 赛后两人也谈到心情 这里很强硬 怎么调整过来 从第二场课场一直骂他笑他 到今天 林书豪作为哥哥 赞扬林书伟的表现 说他就是今天的英雄 也透露在上一场比赛后 跟林书伟通过电话 知道他没有太多心态上的问题 而林书伟则说 自己没有被外界的声浪影响 他相信前两场只是该进的没进 保持信念反转局面 才能逆势得分 TVBS新闻中文报道 好就算你们去看球赛照理来说今天放假应该也要好好的吃顿饭 但是在新北市这间餐厅的民众是吓到差点就把饭吐出来了 这是我们的独家掌握 有总共五名二煞他们为了讨债直接闯进餐厅 当众把这名被害人压上了计程车独打一顿 而且当中还迟到恭喜 一群人走进电梯 其中带着眼镜的黑男子 被其他人手搭肩膀 看起来有点紧张 一旁男子各个面色凝重 到了一楼后还在电梯门口讨论了一段时间 最后一共六人走在路上 看起来像是朋友一起出门 但其实黑男根本就是被逼的 原来他欠债被债主堵到 到了路口只能乖乖配合走上计程车 但后事确实被载去一间民宅 不仅被通坞一顿还被砍伤 当时一群人直接搭着电梯上楼走进餐厅 也不管当时还有员工和客人在场 我们要是直接压走被害人相当嚣张 警方调查27岁被害人欠债160万 欠了300万的本票 却迟迟没有还钱被对方数次走上门 就会直接把人压走 让他打电话要求家人筹钱 妈妈接到电话吓坏了 赶紧报警求救 开门见到警察上楼 根本来不及反应 只能高举双手 请发第二监视器锁定他们搭乘的小黄 在新北市新庄移除民宅 三小时内攻坚逮人 这回为了讨债 周末亏亏下职 接到餐厅赌人 被恐吓跟妨害自由 最嫌送办 白忙一场最后钱 还是没要回来 为了讨回被欠了两年多的百万债务 找了一群恶煞把人给掳走 阳性嫌犯和同伙统统落网 一句话都不肯说 似乎是认为自己 只是要讨回被欠了好几年的钱 但被害人第一时间进了医院 主线朋友当天看见被害人出现在餐酒馆 才会立刻打电话通风报信 带着阳性主纖和其他同伙去找人 把被害人从板桥压到新庄 逼他还钱不成 手臂上还包着纱布 伤口还没愈合 被害人目前是汽车贷款业务 和阳性主纖认识两年多 当时会借这笔钱 是因为自己有多笔的债务 才会借钱来整合 水美邀约对方一起投资 但借了160万只拿到67万 还签下300多万的本票 他解释实在无力偿还 去年开始没有再和对方联络 没想到会被找到 会不会提高伤害被害人还要在考虑 没有办法照顾好可能会造成他人的困扰 在新北市板桥一名四主 他住在顶楼加盖 一共养了81只的猫狗 不只是味道声音也造成了邻居的困扰 因此频频遭到检取 而且被动保处 发现有非常多违规的地方 所以累计开发已经将近50万元 一个小笼子里住了六七只狗狗 不只这样 几坪大的室内室友们都是可爱的狗狗猫猫 但这里并不是宠物店 而是四主自己养的 仔细算竟然多达81只 附近住户不堪其扰 不是不让养 只是总是飘来异味 长期下来实在受不了 没想到养一只却变81只 邻居抗议了一个多月 动保处激活太多人检举 赶紧到场 背景声都是叫声 四主一手还抱着爱犬 看得出非常珍惜 只是这些小动物们都没有依规定 绝育或定期施打狂犬病疫苗等等 甚至臭味严重影响住户 经过多次劝导也都没改善 位于新北板桥长江路一处公寓的顶楼加盖 附近非常热闹 主人养满大量宠物 不只味道声音也造成邻居困扰 但其实他就曾经因为养太多 又不顾环境 不只被罚二十万三千元 还被前房东赶走 这回搬了家数量不减反增 从原本六十三提高到八十一只 他声称是中途之家协助动物任养 但却都没有按照规定走 这回又被罚二十八万两千五百元 怎么罚都罚不怕 先前租债闹区严重影响大家 这回四主把这些动物全部带走 在新店又租了一个地方 想靠一己之力守护自己的家人 但前提必须建立在不影响他人 DBA新闻事件员 上面新北采访报道 好 另一种恶邻居是会咬人的邻居 男子在家门口抽烟 由于是公共空间 所以隔壁邻居上前劝说 没有想到双方爆发口角 妻子赶紧帮忙劝架 竟然被对方咬伤 因此他厌伤提告 同时也提出影片指控 对方已经不是第一次情绪失控 货帮有纠纷 袁景赶到现场 我来吃一口 你跟他一起吃个XXX 我叫罗燕 用手机录影搜证 指控住隔壁的邻居 莫名其妙乱骂人 还攻击他的妻子 女子看起来受到惊吓 袁景先缓和他的情绪 确认伤势后 分别通知双方到派出所做笔录 移情案情 事发在新北板乔一栋公寓 晚上七点多 34岁的真姓男子 站在家门口抽烟 遭邻居指责 双方爆发口角 妻子听到声音出来劝架 过程中被咬伤 验伤提告 被咬伤的女子提供之前 和同一名邻居起争执的影片 双方冲突不是第一次发生 报警好多次 关系越来越糟 被指控商人的男子 人不在家 无法取得回应 附近邻居说 常常听到双方的争吵声 闹到派出所远景到场 由于案发地 是住户都可以进出的开放空间 再加上公寓 大厦以及社区 不在烟害防治法规定的范围 除非住户自行决议禁烟规范 否则只能透过民事求偿 好 再来我们要看到的是乌俄战争 俄罗斯总统普辛 他提出了五大停火条件 到底是释出善意还是刻意的刁难呢 根据的是英国天空新闻的报道 普辛提出的第一个条件 就是要乌克兰从顿内斯克 卢干斯克 扎波罗热跟赫尔松 全面的撤军 这等同就是要乌克兰割地换和平 那么第二个条件 则是要乌克兰放弃加入北约 另外还包括了中立 不结盟 还有无和等等条件 普辛说这么一来 俄罗斯愿意明天就开始进行和平谈判 对此美国的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坦言 他说普辛提出的条件 根本就不被国际社会所接受 因此乌克兰的回应 大家也可想而知 总统泽伦斯基直呼 这根本就是一场骗局 完全不可信 看似乌尔战争短期之内仍难以落幕 除此之外呢 最近俄罗斯美国和加拿大的舰艇 还来到了古巴的海域 引发各界担心会不会擦枪走火 长长人龙顶着艳阳在古巴哈瓦那港排队 等着登上俄罗斯军舰 CNN 记者也排了将近三小时成功登舰 参观俄罗斯护卫舰戈戈尔什科夫海军援帅号 而且停泊在一旁的旧式核动力潜艇克山号 但这几艘军舰搭载高时高超音速飞弹 而且古巴距离美国只有100多公里远 让西方不敢大意 不止如此 加拿大皇家海军巡逻舰马格丽特布鲁克号 也缓缓驶入哈瓦那港 美加二舰艇通通现身古巴 也让各界担忧随时可能擦枪走火 只是不禁最先进的几艘军舰都派到古巴 还留在战场上的黑海舰队 却吃扁吃好吃满 就连黑海旗舰莫斯科号都被炸毁 似乎逼得普京没辙 周五再度抛出两项停火先决条件 包含乌军撤出四个备并吞舟 对内刺客 卢干斯克 赫尔松和扎波罗勒 以及要求乌克兰放弃寻求加入北约 曾伦斯基更比喻普京宛如希特勒一样说话不算话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也说普京没有资格对乌克兰开出停火条件 至于这场已经打了超过两年的战争 何时才能结束 还要看十五十六号在瑞士举办的乌克兰和平峰会上 是否能为基辅开辟通往和平的道路 那中共可能的清台时间始终是众说纷纭 那么曾任日本退役的中将 他今天在台北公开演讲 他分析了中共犯台 他认为最快的时间将会落在二零二七年 他也提到除了撤离在台湾的日本人 如果台湾有人道撤离需求 他相信日本一定会允许 书中的地图有别于传统的世界地图样本 有一个从中国大陆沿海城市望出去 看着台湾和日本仙岛群岛的视角 另外也有分析共军可能的攻台路线 山下玉贵中将退役 曾任日本陆上自卫队副参谋长 也当过冲绳地方协力本部长 掌管自卫队在冲绳的事故 若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真的发生 冲绳势必成在台日本人撤离的地点 甚至得考虑人道因素 但就担心台海发生冲突 14日在意大利落幕的G7领袖峰会联合声明 内容曝光 G7领导人一致重申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呼吁两岸和平解决问题 更支持我国以非国家身份参与国际组织 国外交部对此表达高度欢迎和全职感谢 G7领袖也更口喊话中国大陆 停止援助俄罗斯军事器材 无论军事还是经济制衡中国大陆 对抗俄罗斯显然已成G7各国共事 TVB的新王黄俊为李明慧 有听听 N群小组台报道 好 当然没有人希望冲突发生 因此关于两岸关系 我们还要带您从另一个观察重点来看 是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了 2025国防授权法 那么当中有三个修正案 跟台湾是有关系的 而所谓的台海冲突的突发情况 包含了像是军事攻击或入侵台湾 商业封锁台湾 对台湾的关键基础建设 进行重大的网路攻击 还有包括了占领台湾周边岛屿或领土 其实都算在内 也因此希望可以借此来 吓阻中国大陆 来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美国众议院以217票赞成 199票反对 通过总共8837亿美元的 众议院版2025国防授权法 同一天美国参院军事委员会 以22票赞成3票反对 通过参院版的2025国防授权法 由于众议院版包含堕胎跨性别权利 平等多样性和包容等涉及文化战争修正案 几乎可以确定两院必须再进行协商 众议院版通过的国防授权法 有三个修正案和台湾有关 要求美国国防部长提交报告 评估发展及部署不对称海军资产 捍卫台湾的可能性 另外还有评估美国国防创新小组 跟台湾国防部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可能 而美国国务卿则是要提交台海贺阻报告 包括利用经济工具贺阻中国 发动台海突发情况的可能 以及日本南韩菲律宾跟越南等国家 会如何因应 而所谓的台海突发情况 韩瓜军事攻击或入侵台湾 商业封锁台湾 对台湾关键基础建设 进行重大网路攻击 以及占领台湾周边岛屿或领土 参院版法案文本要到7月才会公布 根据参院军事委员会提供的摘要显示 两党议员都希望增加国防预算 因应和中国的军事竞争 乌克兰战争及中东地区 不断升高的紧张情势 除了太平洋贺阻倡议和欧洲贺阻倡议 预算全部编列 法案也要求国防部制定多年计划 为台湾建立区域应急储备 并且确保台湾和美国国防工业战略 保持一致 在国际安全合作上提到 为印太司令部联合训练小组 额外增加1亿美元的预算 专门报道国会立法动态的CQ News指出 这是用来训练台湾军队 TVB新闻嘉辉 美国华府报道 高物价对小资族最有感 尤其是还要付房租的 北漂族负担更是沉重 我们来看有民众在网络社团上面 分享自己的每个月开销的明细 他说月收入是38500元 但是每个月他依旧会负债3000块 因此他就向大家求助 说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善 理财专家就提醒 说其实可以把薪资分成10等份 6成用在11住行的花费 而3成拿来储蓄或投资 最后一成是用来做风险规划 上班族默是有固定领月薪 虽然加入台北省去房租 但随着物价上涨 日常开销也大 发掘到理财的重要性 因为我的资金就是这么的有限 所以都还是0050的部分去做一些投入 那每个月大概结合老公的赞助的话 会大概投个三万块进来 但我记得付出大概只有一万多的部分 米售算一算除了投资的固定支出 日常的吃喝玩乐大概会抓薪水的三分之一 其余每个月还是尽量存钱 开销上精打细算 出社会等于五年多以后才开始想说 那要有一些不同的方式 不然好像 因为你的薪水就是这么的少 那你的消费或者是你的欲望 如果这么的多的时候 那一不小心就会全空 那不然就甚至要到负的 理财是每个人都该重视的问题 尤其对于刚出社会的新线人 如何适当的控管支出 必须培养相关概念 特别是月收三到四万的小资组 更加有感高物价的压力 这位名男网友分享说 他是北漂族每个月还要付房租 而他月薪是38500元 但是每个月却是负债3000元 也让他感叹说 这就是北漂族的真实状况 更发问网友说 要如何在不负债的情况之下 还能够兼顾生活品质 摊开这名原po所列出的开销明细 伙食费15000元 房租含水电网路9000元 交通费1500元 保险1000 其他运动2000元 旅游4000元等等 不过有个较特别的是 输压排毒6000元 让不少人看到都对这项支出感到压抑 大家房租9000块 在我眼里其实不算太贵了 因为现在房租成本也很高 不过这个小朋友他其实我觉得 他平常对自己蛮好的 比方说他有一个 这个所谓输压排毒的6000块的开销 我猜这个是类似按摩 老实说你一定要上健身房吗 其实不一定 我们说做一些 我们看一些免费的YouTuber 也会教你一些运动的方法 还是有这种不花钱的运动方法 可以维持你的健康 甚至你多去爬山 多去干嘛 你也是可以做一些排毒跟输压 不一定要花到6000块 这个万用罐 其实我可以去设定不同的存钱目标 例如说我想要换新手机 我想要出国玩 个人开立多个子账户的概念 针对财务进行分账管理 也发现有近45%的用户 是30岁以下的客群 甚至有20%客户 开立了零钱罐的功能 也就是可以每天存1到99元 把传统的实体铺满电子化 我们特别设计的一个功能 其实就可以帮助很懒得 储蓄的小资组来做储蓄 它可以就是随机的 把它每天账户里面的这个余额 从1到99块 然后存到它的零钱罐里面 现在很流行的是台股的定期定额 其实我们都可以用一点点钱 就参加到这个台湾的股市 所以我们很鼓励我们的客户 可以开这样子一个证券馆 开立之后就可以用 可能每天每次扣款1000块的方式 就参加自己可能有兴趣的股票 或者是市场的标的 慢慢的去练习自己理财 跟投资的这个兴趣 一般我们在理财规划上 有一个136原则 136是什么呢 把我的开销分成10等份 所以我大概有6成60% 可以用在我的生活开销 而且这个生活开销是包含喊房租 剩下30%就是拿来做储蓄 或者是拿来开始去做投资 另外的10%应该是拿来去做风险的规划 小资族钱更要花在刀口上 储蓄观念不可忽视 即便薪资有限 但又不想忽略生活品质 积少成多 如何做好理财就很关键 特别新闻连志旧宣海外报道 那如果不当北漂族 现在移居台中 也是越来越多人的首选 也因此出现了所谓中漂族的新兴名词 也因此台中近年来的人口数 是不断的向上提升 来看到包括从108年的281万 到了今年的4月份 已经有285万人 日前市府更召开记者会来迎接 这第285万名的市民来到台中市 有不少人是看上这里的市容 天气还有物价 也有专家就提到都市规划 真的要提早做好 不要等到人来了才做 这样子才能有效的提升人口数 已经移居台中八年了 不像其他的北漂族 选择这个城市是为了这个原因 我觉得台中就是市容很漂亮 然后天气非常的稳定 对我觉得这两个点是 当然还有生活步调啦 也是蛮符合我个人的需求 曾经也在别的城市生活过 后来还是选择台中 他认为其实中部去哪都方便 并没有像以往必须得要去台北 才能有好工作能发展 我觉得台北当然它的选择比较多 还有很多我们没听过的职业等等的 但是因为可能个人的因素就是 就是在中部反而对我而言是 我觉得CP值蛮高的啦 真的一般来我就觉得我要定居在台中了 渐渐的看着它的发展 然后当然也在这边交了很多朋友 对然后就是 资产方面也是努力中啊 等等等等的 我觉得整体的规划 我自己就是想要留在这里居住 然后我也看好它未来的发展 也因此台中市 这个月初开心召开了记者会 迎来了第285万名的市民朋友 在2023年台中市的总人口数 来到了创新高 他们新增了三万一千四百五十人 而他们来自哪五大县市 就是彰化新北市 南投还有台北市跟高雄市 而其中有高达三成九六 一万一千六百一十八人 都是来自双北跟高雄的中漂族 2010年台中县市合并升格后 全市人数当年来到了两百六十六万人 接着每年都一路向上攀升 尽管疫情期间有减少 一直到2020的282万 甚至一举连续至少16个月正成长 市府也归纳出原因 交通经济福利规划 各项建设的推力 都让台中成为近来 移居人口最多的城市 我们的这种全台湾的市民 用脚去投票 因为你用手投票是投看谁出来 用脚投票就是把户籍搬到我们台中来 这就是最好的这种 这种投票方式 所以不断的人口一直增加 所以我们北屯 太平 乌日 这几区都是人口增加了很多的地方 增加了这几年增加了四万多人 整个台中市我们都在建设 像这种过去很多人没有做了 南山节水沟 大渡的连继彰化的桥 或者是接华南路 河美大桥 华南路 这都过去没有做的 现在都在做 市府评估预计在四年 人口渴望突破三百万人 而且从生活机能来看 这里特有的商务消费市场 以及相对低的电租成本 餐饮业在台中渐渐也发展出 这里特有的商家品牌 独家的海派十一住行风格 也引来更多商机 再加上演变成餐厅豪宅化 舒服的消费环境都让现今的台中 更加不一样了 这些其实如果都没有一个好的规划 那它可能就会造成这个 就是说另外的一个 我们讲就是生活平址 跟都市发展的一个问题 之后可能要用更多的资源 再去做进去 台北就是因为过去都是首善地区 那产业啊 人口都往这边去做集中 可是其实我们的一个都市的一个发展 它就只能这个穿着衣服改衣 那所以这个有它的极限 那所以导致的结果就是说 刚刚讲它虽然薪水高 但是它房价高 可是它的生活平址 可能就不是那么的好 所以对比到台中 它生活平址就会好很多 确实高物价高房价 北部把人口往外推 让年轻人却步 认为留在中南部就好 专家也提醒 必须要把其他县市当作借禁 得要把相关建设提前做到位 都市规划更绝对不能草率 PVB的新闻 李明慧先伦台中采访报道 但无论是搬到哪里 活得开心最重要 根据美国智库调查 全球的不快乐指数 从2006年的24分 到2022年增加到了33分 尤其是年轻的世代 快乐跟不快乐的差距 逐渐的增加 特别是财务状况 所带来的焦虑指数最高了 有6.24分 也因此有企业开始推行多巴胺行销 透过像鼓舞的标语或是香氛的气味 来刺激消费者的感官充高销量 一走进店里映入眼帘是店内装潢强烈颜色对比 以橘色绿色为主体 搭配缤纷的色彩 还有摆满各种铜器装饰 就连餐具也有巧思 像这杯子就是当初其实在选也没有想很多 因为它长得很笨 我就喜欢笨的东西 然后就是让它有个颜色跳一下这样 像这些茶壶这类的东西都是 整体的风格颜色强烈对比 这也是老板创立的初衷 主打就是要让消费者在享受甜点的同时 也能透过颜色让心情愉悦 我想说我把整个店里面都用得比较 就跳色能踩就尽量全踩这样 那我希望让每个客人进来的地方是 就是能全程都是快乐的感觉 真的人进来之后还是会挖一下这样 对就是跟楼下旁边这些 可能旁边林森北的 整个风格差异上面比较大一点这样 年轻时代的交路感不断的扩大 而为了提高大家的快乐指数 现在就出现了这种刺激多巴胺的行销 像是店内装潢颜色非常的缤纷 另外还会利用像是香氛 或者是食物来提高刺激大脑的多巴胺 在全球不快乐指数升高的氛围中 要让民众消费买单不仅仅是需求 还要制造出快乐 所以从欧美开始 不少企业品牌都祭出多巴胺行销 像是在包装上印上鼓舞标语 或是用香氛唤起消费者的情绪跟回忆 对于消费者来说的话 其实在过去体验行销当中 消费者很在乎的就是 他自己本身所感受到的一些所谓的刺激 其实多巴胺行销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我们看到多元的颜色的应用 因为对消费者来讲的话 他看到说这个色彩相当的丰富 可能他有多样性的选择 或者是更多的一些符合消费者 他在所谓的差异化 第二个是所谓的一种香气或氛围的部分 其实在很多的像餐厅的时候 他都会去强调一些所谓的香气或氛围 可是像我们看到在服饰业 甚至所谓的一些所谓的生活用品业 他也开始把这种所谓的一个香气氛围 把它带入 消费者他会觉得说 这个可能跟他个人化更有关 所以在手里有时候 我们看到在香气的体验当中 或者是客制化等等 都会导致了这个多发胺的应用 它也是更有成效 依据美国智库盖洛普调查 全球的不快乐指数 从2006年的24分 到2021年增加到33分 主要是因为生活成本提高 社群媒体的竞争 还有物质财富引发的欲望提高等等 年轻人抑郁孤独 美国有四分之一的Z世代感到不快乐 有半数感到焦虑 甚至五分之一的人经常感到忧郁 不止欧美国家 我们台湾年轻世代 在生活形态不断变化 以及房价物价都上涨的情况之下 同样面临焦虑扩大 尤其现在我们应该说是 已经是后疫情的时代了 包括现在的挑战 每个人的感受就会不同 所以的确我们在临床上面 可以看到说过往 比较会是比较严重的 会有身心状况的人来看诊 可是现在会比较多是 一般事物上面碰到一些挫折 蛮多人就会蛮主动的就来求诊 大概比较多30岁以下的年龄族群 而是主动来求诊的 这个几率就蛮高的 那包括说可能在学校 跟同学有冲突 那或者是男女之间的感情生活 有一些状况都会主动来求诊 医师强调除了透过商业模式 来提振民众的快乐感 最根本还得透过饮食健康的作息 来疏解郁闷 多巴胺其实是一个 我们脑内的一个荷尔蒙 有人俗称那叫做快乐的荷尔蒙 它可以从食物上面可以转化而来的 像豆类的 还有这个高蛋白质的 像鸡肉类的 还有南瓜 那这些食物可以让你的多巴胺可以增强 还有其实是固定的生活作息 那当然运动也是 可以让你的多巴胺的提高 在各方竞争压力下生活苦闷 如果用钱就能买到快乐 对民众来说就是最好的商业行销 TVB新闻余晋罕军台北采访舞蹈 至于结婚能不能带来快乐 这可能见仁见智 尤其30岁过后要考量的因素很多 因此要下定决心就变得更加困难 根据内政部人口统计资料显示 20岁到44岁的男女未婚比率 分别是60%跟49% 而且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 更有脑科学研究学者认为 这其实都跟大脑有关系 我想跟老师请问一下 因为我女朋友她有一个习惯 我比较难接受 向讲师询问 如何可以跟女友相处得更加融洽 毕竟即将迈入30岁 也就是既定印象的续婚年龄 要步入婚姻 不只希望经济稳定 也希望感情基础稳定 不过要选择走进婚姻 每个人所向往的也不一样 甚至进入30岁之后 要下定决心就变得更困难 对 因为我有很多朋友 她大概也是 男生朋友 她大概也是可能 三四十岁才结婚 或是40岁以上 对 因为其实我觉得 宁可遇税也不要挖全 这种感觉 对 宁可就是找到一个对的人 那她是 我觉得第一个门槛 就是先倾听沟通吧 那再来的话才是一些 后面的条件之类的 对 我觉得因为 人要有新跟新的连结才有后续 如果连第一步都做不到的话 那其实有点像是假结婚 到后面的话其实 要么婚姻不美满 要么的话可能很快就离婚了 叶琳结婚与否 也会出现许多的现实问题 例如经济状况是否稳定 要不要买房 甚至是生育 而年过30岁 更不容易决定结婚 有脑科学研究者认为 跟大脑有关 而随着社会的发展 未婚者也逐渐增加当中 根据内政部 人口统计资料显示 106年20到44岁的 男女未婚比率 分别是60.18% 以及49.48% 不过过了5年之后 未婚率都增加了 而且20到44岁的年龄层来说 他们的平均未婚率 都超过5成 所以这个就跟那个 我们观念的变化 自主意识抬头有关系 就是我对于我人生上的选择 我个人生涯的发展 我想要去做的一些事情 跟兴趣爱好 我们就想要去多去实践 这样的事情 所以因为如此就是 以前上一辈可能会认为说 结婚是必选题 可对现在的世代来说 就会觉得说 结婚只是我人生期间当中的 一个选项 尤其结婚的意义 究竟是什么 可能也会随之浮现 是因为家庭压力 还是社会文化的限制 彼此间承诺 有代表什么意义 结婚其实某种程度 这个制度是一种 政府为了让国家 能够继续维持的方式 维持社会稳定的工序 但有些时候 有的人他光明一次觉醒之后 他就会觉得说 那我到底要不要建议这个制度 被这个制度绑住 还是说 除了这个制度之外 我们即使是伴侣 我们没有相爱 有没有其他的方式 可以延续我们的权利义务 其实我们男生 大部分蛮多的 就是他们想要找到女朋友 或者是未来想要 可以找到一个 共度一生的伴侣 这件事情他们是明确的 大部分全都是这样子 我觉得最主要的问题是 他们没有找到一个 他们匹配的伴侣 就相爱的那一种 那对于女生上来说 女生就会想说 是否这个男生 可以跟我聊得来 对 如果聊不来的话 他们就很容易会被 就是过滤掉 筛选掉 就已经有对象的 未婚者来说 究竟是想太多 还是必要的思考呢 毕竟婚姻并非只是一张纸 随着年龄渐长 精力增加 每个人心中 也终会浮现答案 TV新闻 严瑞生何将 一些单词特报道 所以感情基础 跟经济基础的稳定 是非常多人决定 要不要步入礼堂的 关键原因 当然特斯拉执行长 马斯克没有这样的困扰 尤其是特斯拉 最近召开了年度股东大会 马斯克金额高达 560亿美元的新手案 已经获得多数股东 投票通过 这折合新台币 一兆八千亿是天价数字 他也因此宣布了新的策略 今年的特斯拉股东大会 抛出一项让大老板 马斯克振奋的消息 那就是股东投票批准 让马斯克能拿到 560亿美元天价 和台币约一兆八千亿的 薪酬方案 当晚马斯克兴奋的 在自家社群媒体上宣布 两项决议案都获得大笔数通过 并附上多个爱心符号 感谢股东们的立体 但法学教授跳出来提醒 薪资投票只是建议性质 导致这份天价薪酬案 目前还无法确立 可能会在法庭上遭法官质疑 面临长达数个月的法律诉讼 因此特斯拉董事会 要求股东在今年的大会 恢复马斯克的薪酬方案 并将特斯拉的合法注册地 从德拉瓦州迁到德州 同时希望马斯克能够更专心 经营特斯拉 因为马斯克身为跨界大亨 手上还握有负责航派的SpaceX 神经技术的Neutral Link 专做基础建设的无聊公司 以及前身是推特的X 只是Z怎么掉 也是大多数劳工望尘莫及 本特利大学和盖洛普 最近针对执行长和一般员工的薪资差距 做了调查 发现66%的美国人认为 企业在这个问题上处理的很糟糕 另一间因为薪资成为焦点的科技大厂 则是苹果 两名女性员勾兑苹果提告 控诉男女同工不同仇 不过外界更关注的是 苹果借由AI全面升级后 市值也冲上近3.29兆美元 再次超越微软 夺回全美市值一哥的宝座 周四的华尔街 科技类股涨势扩大 半导体大厂博通 股价大涨12% 包括上售了AI相关营收预测 还宣布一拆时的股票分割计划 特斯拉通过薪酬案后 股价上涨近3% AI晶片霸主挥达则反弹3.5% 激励标普500和纳斯达克 连续第四个交易日收在记录新高 市场同步紧盯强劲的美国经济 周四 美国财长叶伦出席纽约经济俱乐部活动时 表示乐观看待前景 叶伦也坦言 对抗通膨还要继续努力 就在叶伦发表谈话的前一天 联组会公布利率会议结果宣布暗兵不斗 也使得在美国的购物成本继续高的令人却步 因为压力不只有房费 最新调查显示 目前在美国拥有并维护移动房子的成本 一年平均要花一万八千多美元和台币超过五十七万元 中中隐藏项目包括水电瓦斯等杂费 物业税以及占比最大的房屋维护成本 全球经济龙头了美国 从官方决策到末端消费都动见观瞻 TVB的新闻传播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